古代穷人每天吃什么,别被电视剧骗了,换作是你一天都撑不下去,一年忙到头,疯产不疯收,这可能就是对古人日常劳作的最好概括,在古代,中国的大量人口是农民,贵族和中上层人口仅占很小的部分,但他们之间的生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却相距甚远,农民的生活异常艰苦,绝大多数人非常贫穷,他们生活在小村庄,夜以继日的工作,几乎不拥有土地, 只能租借富人的土地进行耕种,每年还要上交租金和穀物,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他们的饮食匮乏且单一,那么他们每天都会吃些什么,你知道吗,点个订阅不迷路,带你了解更多内幕,中国饮食文化远远流长,舌尖上的中国,在电视上的播出,让中国美食再次封你全球,刚开始,中国古人对于美食的探索非常出级,主要也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古人根据饮食需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烹饪方式,他们在不同阶段结合烹饪技术,做以各种调味的管理,让饮食文化逐渐发展起来,例如,识别食物成分的相容相克,多种烹饪技术的组合,先蒸后炸或翻炒后煮, 在烹烤阶段之间,蒸后或炒前进行多阶段调味,对食物进行腌制等,致大国如烹小鲜,这种对食物的隐喻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在中国的烹饪中,恰到好处的调味和火候,才是取得良好成效的关键, 中国文化历来将食物视为一门艺术,一直强调食物的烹饪技术,各种准备细节,色香味和观赏性,这种复杂的准备体系,让中餐蜂蜜全球,从大城市到小镇角落,中餐无处不在,这归功于中国古老的饮食文化,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充满色,香和味的美食, 以及可以追溯中国古代长期烹饪方法的智慧结晶,农业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发展,都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并受其影响,随后,农产品成为中国古代的主食,考古发现表明,稻米是中国最早种植的粮食,至少距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 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记录是和睦度遗址中发现的长粒非糯米的种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称为稻文化,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水稻种植开始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并开始作为日常饮食,祭祀神灵,稻米酿酒的主要食物,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迁徙和交流,小麦被中亚商人从西亚带入中国,大约在商朝时期,逐步成为北方人的主食, 碳水化合物食物,还有大米,小米,高粱和粟米等,古人在石器时代就开始驯化家禽,但肉类作为美味佳肴,价格不便宜,穷人一般吃不起,在男权社会里,男人是家庭劳作的主力,肉食一般也会优先给男人吃,在宋朝时,人们为了更好的吸收蛋白质,开始食用豆腐和豆制品,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古代人吃到了更多的食物,如蜂蜜和橙子,古代人要吃蔬菜,有些奢望, 担当人们可以负担的起食,他们开始把蔬菜放在米饭的搭配物品中,蔬菜成了人们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6世纪,中国引入了甘薯。 玉米和花生等新作物,其他作物包括茶、糖和棉花,根据史料记载,秦汉以前,由于粮食短缺和经济落后,古代普通民众一天只吃两餐饭,吃饭时间约为上午九点和下午四点,如果有人在不适当的时间吃东西,会被视为违反礼仪, 大约在汉代、贵族或统治阶层才开始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随着农业的更好发展,下层农民也开始改变传统的用餐习惯,有了早,中和晚餐,只是比现代人吃饭时间更早一些,农耕社会,农民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规律。 吃过晚餐,就意味着一天的结束,到了宋代,商业发达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一天吃三顿饭逐渐被普及,直接带动了餐饮业的繁荣,直到现在,这种吃饭习惯被固定下来,成为中国人表达对食物热爱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饥荒算得上是常态,这对于古代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能够吃到什么样的食物,取决于他们的居住地,在北方,主要作物是古物,而南方是水稻,当然, 对于羊,鸡,猪和鱼等肉类,那是富裕阶层人士的专享,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 由于农业技术和工具的不发达,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较少,农足产量非常低,如黄河流域的小麦约30斤亩,稻米也不过百斤亩,此外,他们的大部分收成,要被作为赋税上缴,能够端到农民饭桌上的东西少之又少,如白面,大米和肉类食物,只有在重要节日或过年时才能吃得上。 平时主要以稀饭,红薯,玉米或素米,高粱饭为主,日常吃不饱是常态,所以,家中有胖子成为富裕的象征,如果遇到饥荒年,人们只能去挖野菜根,吃树皮和骨壳冲击。 与此同时,古代的烹饪技术受限,调味料品类较少,食材不充裕,昂贵的油盐等因素,让古代穷人在饮食上更加受限,食物多以水煮烧制,色香味方面逊色不少。 古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民以师为天,粮食安全是历朝历代关心的大问题。 在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如何果腹是老百姓们关心的大问题,基本不会去奢求吃饱,吃好,现在大部分电视剧为了追求和谐,便将古代社会最真实的那一面给隐藏了起来。 杜夫老先生写过大量反映穷苦人家生存现状的诗句,他描写富贵人家为猪门酒肉臭,描写穷苦人则写出了陆有冻死骨,这句诗成功将富人跟穷人的生存现状做了个对比,贫富差距也一展无遗, 在当时没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依靠的都是劳动力,所以粮食生产率并不高。 自夏朝开始就有了赴税制度,老百姓每年都要将收入中的一部分上交给朝廷,又给穷人身上压下来一座大山,吃不起饭也是常有的事,而且在明清之前根本没有被种植,我们现在生活中所能常见的蔬菜和水果并不是原产于中国,像现在广泛种植的玉米、马铃薯等等。 后来因为正和下西洋以及商品的贸易往来,才将这两种农作物引进到中国并得到广泛的推广和种植,而这只是多引进作物中的冰山一角而已,可想而知,在这之前,人们能够用于填饱肚子的食材是很有限的。 无非就是所处地区的一些蔬菜以及种植的五谷杂粮,再有就是在古代经常会遇到旱老天气,粮食很有可能会颗粒无收,老百姓一年到头的努力也就全部白费了。 古代发生过的自然灾害数不胜数,并且古人并没有现代人这样强的抗灾意识以及抗灾能力,所以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只能挨饿受冻,可是为了能填饱饥饿的肚子继续活下去,贫穷的古人被迫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常见的便是挖野菜。 事实上,五谷也是在挖野菜的过程中被发现的。 如果没有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可以继续吃下去,什么不可以吃,可是在旱老时期,野菜跟古物一样,长势并不佳,穷人有的时候甚至连野菜都没得吃,所以每当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穷人们总会争先恐后地去挖野菜来应对危机的发生。 当野菜也被消耗殆尽的时候,古代的穷人们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来冲击,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他们竟然去吃土。 没错,穷的吃土在古代竟然是现实,古代穷人吃的土名为观音土。 这种土来源于高岭矿,也被称之为高岭土,相传在民国时期,人们饿得走投无路了,便想起去拜一拜观音,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观音像背后竟然出现了一层厚厚的白土, 穷人们以为这些是能吃的面粉,对观音感激涕零,便将这种土命名为了观音土,其实这种土就是现在的黏土,古时用于制作陶瓷。 因具有膨胀的特性,所以能暂时缓解人们的饥饿,但是过度服用观音土,不过只是饮阵止渴,最后人们会因为腹部胀痛而丧命。 所以,电视剧中穷人也能吃饱喝足的画面还有待商榷,真正的穷人是吃不起饭的,我们都被电视剧给误导了, 换作是自己活在古代灾荒到来的时候,可能一秒都无法忍耐,除了食用观音土外, 饥不择食的古代穷人们还会打动物的主意,毕竟如果粮食的收成不好,那去打点野味吃一吃,也能勉强填饱肚子, 于是穷人们也练就了一身狩猎的好本领。 哪怕是守株待兔也罢,只要能吃上肉,他们便心满意足了,当代影视作品中,如人间烟火花小厨中各种吃食和做法,在古代穷人生活里是不会出现的, 这只是艺术化表达了古代民众的生活,大家不要被误导,如果真让吃得好,吃得饱的你穿越到古代, 面对清汤寡水的饭时,天天还得饿肚子,也许你一天都撑不下去,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通过电视剧来了解古代穷人的生存状况的,以至于被误导了都还蒙在鼓里, 看到这里,大家对古代穷人的固有印象有没有改观呢? 一周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在温饱能基本满足的年代,我们更要珍惜粮食,杜绝铺张浪费。